刚好补一天昨天的课 很奇怪 它录到99% 然后有一分钟没录下来 那我们再重申一下 蝙蝠 老鼠 耗鼠 还有燕子 这个蝙蝠呢 当然现在这个说法 它属于哺乳动物 以前不管它什么动物 反正会飞的 可以把它归为鸟类 因为它没有毛嘛 爪子呢 有像老鼠一样 前面有四个爪子 这个骨鸽一样像能吃吧 所以归为 哺乳动物 但是 这个也没有 一些实际的作用 只是单纯的分类 不跟我们骨在说的这种一相类相 你比如说你 长得像什么动物 然后你数什么呢 可能就像什么 就是它的一些特性习惯 然后还有这个燕子呢 前面没有说完 它呢 会 会叼这个燕窝吗 我们知道 会搭窝 可见它是动物界的 这个能工巧匠 那很多动物没有 只是捣洞 对等人 可能他这个人就 多才多艺 但是呢 激动的同时 这种人就难免 这个心不太容易静下来 这也是他一个弊端 相对性吧 你发挥到地方 那就是好的 人只有特点 没有所谓优点缺点 发挥的对就是优点 一定的程度 对应的时间 地点 人物 对应试的过程 哪一步 然后同时呢 这个燕子 它是候鸟 它对气息的感知 会比较敏感 所以说跟这些气有关的东西 天气 从南飞到北 从北飞到南 当然这个 说老雁纷飞嘛 这种人可能也比较奔波一点 可能比较这个 老鼠 尤其蝙蝠 可能还要奔波一些 这就是 早上 七点或者八点 到十六点 或者十五点 这差的一个小时 我们建议 从二十三点开始算 到七点 因为这时候股时 大多是以这个 为一天的临界点 此时 十一点就开始算 一天的开始 而不是零点 现在是零点 当然有争议 不过呢 你在那个七点或者八点 这个前后可能凉蚪动 有点兜像 就稍微参照一下 也没关系 一定错不了 那后面呢 都说老鼠是 此时 其实老鼠 有的时候黄昏半夜就出来了 然后就是说 十五点 到晚上那二三点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是老鼠 老鼠呢 自然 它也非常的 灵光 聪明 它会 捣动 它会 储藏食物 提前 尤其冬天 之前 以备后患 所以这种人 你就会发现 它机灵 但是呢 它这个脑子一动 它就动用智慧 人的心就少了 这个仁义的人 所以说 这种人就爱 经商啊 就想一些策划 这些 它就比较擅长 你说 它是害宠 人人过节寒打 但是 人吃粮食 它也吃 所以说 它是害宠 而其他 不吃粮食的 吃吃粮食的 动物的这些动物 我们就叫它 易宠 那是以人为标准 实际上 人 那本身 也是害宠 那人 吃粮食 五股杂粮 吃这种的 它往往就 比较聪明 鸟老鼠就很聪明 吃肉的残暴 吃草的 善于奔跑 但是鱼吃 奔 吞气的 这种 就长生 什么都不吃的 不生不死 不灭 那就佛所谓的这些 还有老鼠相对于 其他动物 那两个鸟 可能团结一点 我们会看到电视上 这个老鼠 叼着一个尾巴 会团结合作 这是它的特点 对